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看见什么东西让他尽量的让他去学一学 这个古墓里边是非常非常的绕人 只有走的 好 一直靠右走好像就可以了 这就找到了 别的东西倒是没有太大的价值 都是点小收集品 但收集品这一次呢 目前在地图上我们都看不到 古代弓的一个零件 然后还少了一个半自动 半自动枪 自动手枪吧 还是半自动手枪 反正就是一把 就那种普通的手枪 那个零件 之前咱们 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也给漏掉了 我现在咱们也去给补一下吧 从这儿可以上去 又是一个钱币 这儿应该早不破了 有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看错了 这儿有东西 很黑啊 这里边真的很黑 不是你看视频看不清楚 而是那个 我自己玩游戏的 我也看不清楚 应该不是往这边来 但是这边咱们没走 不过应该也没啥东西了吧 那边就是有一个矿 不拿了 咱回去吧 往这边走就回去了 有一个要登一下的墙 这古墓就是超级黑 过过去 过去 还有一个矿 OK 你看像这个古墓就没有那种长长的走道 没有咱们需要慢慢爬过去 带入时间那种 这个反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也是他小吧 他这个无缝毒盘做的比较贴心 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我们回去直接做传送吧 绝着屁股就这样 跟静走一样啊 他这个跑 是不是 有点像静走是吧 然后一拉近镜头 开始静走 所以说以后咱们还是不要叫他 咦 是这样跳过来的吗 呦 不是这样跳过来的 呃就是啊 我玩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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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脚一滑 然后呢咱们就去呃伐木厂呃这个地方伐木厂 就伐木厂 然后上期呢 还有一个铜铜矿工厂广场啊 这个这个地方我 在上期视频竟然也没有探索到一个大本营哈 他是一个不过你就算现在探索到也没用 他是需要后期的装备才能来这边进行的 所以说咱们后期还可以过来 但是我现在先带大家走一趟啊 就是认一下位置 然后呢咱们回去还有一个零件要拿 那个零件应该是那个枪手枪的零件 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那些收集品在传送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在大本营站起来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看或者你看地图的时候 你就就会发现你缺少什么东西 呃就这个区域内你还少收集哪些东西 你要想做百分之百全收集的话 我建议是到可能到后期会有藏宝图吧 这一代啊就这就这里 这代目前还没有藏宝图 你看地图的话 什么都不给你显示啊 不像上一代 哪都给你显示出来 你少收集啥少收集啊 你直接找就行了 看这次没有了 那估计后期可能会给 会拿到呢 会拿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藏宝图 所以说呢咱们就 呃到后期再做全收集 前期的话就是把重要的给剪一剪就行了 那物资收集不算收集啊 物资收集是你平常 呦呦呦呦我这个我这个 我这个档没有那个啥 没有从高处掉落 就是减轻伤害的那个技能 没有学 看学没学就是跳起来 按B键是翻滚的话就是学了 不是翻滚 就是往前爬一下的那 就是没学 在哪边啊 往这边走 就是咱们偶遇到狼的那个地方 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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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对对 最近有古墓 哎这个古墓昨天 昨天就是在上一期视频吧 咱们都已经去过了哈 但是这个存档我还没有去 待会我把这个存档往后面打一打 往上走 好的 过来 OK 就是这个了啊 手枪已经解除 回到大本营就可以拿到这个 这把手枪 那好吧 那这 呃这一段呢 就是补齐之前的 漏掉的东西 咱们就先做到这里 然后接着往下面进行主线举行吧 好的 让我们回到主线上来 咱们接着往下面进行 那这片区域呢 将来咱们还是要回来的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收集的东西 还没有收集权 不用担心啊 马上还要回来 往左边跳 往左边跳 嗯 刚才出现了错误 小小的bug 我能忍 我能忍 从这边 直接勾上去 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可捡可不捡啊 没啥用了 满大街都能见到的资源 这种东西 看起来是在指附近的某样东西 这能看懂吗 现在 哦 现在可以看懂啊 哎 前面有敌人 咱们从这绕上去 用弓箭暗杀敌人 我喜欢玩暗杀 刚发现我 你就死了 那货已经看见我了 我去 不要对萌妹子这个样子 行不行 暴头杀没有暗杀得的经验多 这儿又是一个营地了 营地真是 两三步一个营地的这边 太多了 残料 看从敌人身上能得到什么 更多苏联宣传海报 刚才那边还有一个敌人 我干掉的 尸体呢 我还没摸呢 摸尸 我在这儿 拿到了 进屋 进屋之后 这儿是一个补给小屋 咱们在这儿可以买很多东西 你看 但是它需要 这个 古老的那个金币 太多太多了 像这个 一个装束都得需要50个 这比较实用呢 120个 这个可以买了 这是绳索攀爬器 但是咱们现在还没有绳索 你愿意和我交易吗 我会看看我可以找到什么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 像是有一个榴弹器 有了这个之后啊 我去 护枪榴弹 太贵了 关键事 然后制作工具 我还有一些枪械 都是来找他买的 现在买不起 咱们就走吧 这个能买起什么 手枪消音器 这个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先不满了吧 攒一攒吧 接着往下面进行 一个滑锁 滑下来 然后就要触发剧情 大家自己看吧 这是一段非常长的剧情 报告进度 圣三亿就开始忧虑前来了 当地人带来了一些麻烦 通讯装备中断了一阵子 但现在 一切又回到掌控之中 如果情况失去了控制 我们介入并机关一切 不会的 你不会无缘无故派我来这 我是神选之人 我一定会成功 用行动证明吧 对 老拉就这样被抓起来了 那么在之前 咱们得到的那些东西啊 就是子弹的数量 还有弓箭的那些数量 都会清零 资源应该是不清零的 老拉 你还好吗 在这里发现了安娜 安娜 你怎么 你怎么会在这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好害怕 我很抱歉 我没想到 他们会把目标转向你 这都是我的错 谁 他们是谁 他们想要什么 这跟我父亲想要的一样 天哪 老拉 我告诉过你不要这么做 他们想要什么 给他们就是了 还没那么简单 撑住 我会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 一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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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他 拜托不要 拜托 不 不行 你这个混蛋 谁想知道在哪里 拜托住手 我不知道他在哪 够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 你 不可能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真没相信 你 你这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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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懂得放弃 是吧 我就知道你终究会找到这个地方 你究竟想怎样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我们都在追寻同样的东西 像你这样的人对我们很有用 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 那就该加入我们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我知道圣三一都做了些什么勾当 这是拒绝吗 你想都别想 告诉我 安娜 你是在开始纠缠我爸爸之前 还是之后加入圣三一的 我爱过 我爱过理查多 但他却被自己的理想主义蒙蔽了 而这毁了他 那你又会怎么处理这个文物 你 我还要去 这就要去 你 你 我们俩还是可以站在同一条阵线 考虑一下吧 老拿 试情还没完 混带 或许那是他唯一和人相处的方式 我以为这儿只用我一个人 我也是 但看来我们都错了 我应该如何称呼我这位新朋友呢 没必要 我不会待太久 康次坦丁他并没有多大耐心 我也一样 我想也是 了不起 你可以带我们逃出去吗 别套交情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要在这儿 抱歉 我现在对人特别没有信任感 少了我你走不远 你不知道我已经走了多久了 那么 这些人你知道什么 刚才是一段非常长的剧情 我都已经去秒睡了几天了 在这儿呢 看看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呢 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 可以开一下求生本能 把这个管子给拽下来 就可以把这个墙壁给打破了 我想到的时候会告诉你 好细的一个缝啊 这要是一般的人还不好过去 还好是一个萌妹子 那 那 劳拉的资料啊 我昨天简单的去看了一下 他的原本的设定为 他出生的年代 你们猜猜是多少 岁 1968年 他出生于1968年 不按了个去的 不过想想也是啊 因为初代的劳拉啊 这咱们在这儿就得到了这个反曲弓啊 可以射出去绳索的这个弓箭 主要物品就这样得到了 那初代的话 他是1993年就出了 那个时候劳拉就已经很牛逼了 也就是说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1993年之前 按照道理来讲是这样的 但是美国啊 尤其是美剧 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他们总是会把这个人物的年龄给虚化 放我出去 我可以帮你 我不能相信你 我和你并不是敌人 我看得出来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 我一个人比较好办事 我知道路 也熟悉这片土地 我学东西很快 我并不怀疑这点 也许我可以给你更重要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在找什么 这一代的劳拉眼角 有点下拉的那种感觉 下垂 不太好看 不还行吧 整体来讲的话 还不是不错的 谢谢 我叫雅各 雅各 拿着 最近是不是觉得叫雅各的人也太多了 刺客信条 实名召唤 还有这个功力 当然还有 辐射四 我是最近没有玩 也是一个超级大作 没有玩 咱们是做一个东西 再制作一次 刚才我讲到 美国那边特别喜欢 把人物的年龄给虚化 比如说你看美漫 是吧 从最早的 就是二十世纪初期 一九零几年 一几年 二几年就出的那些美国超级英雄 割到现在的话 他会与时俱进的 这样的话 才能让这个 人物的年龄 就是一直 处在最尖锋那个时刻 也就是说 劳拉现在咱们 已经不能把他当成一个 一九六八年的老大娘来看待 你待在那个牢房多久了 他最少往后延长了十五年 就是晚了十五年出生 神圣之源 在这里吗 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 八零后的妹子 一九六八年啊 那个时候 我去快跟我妈一样大了 这是什么 历史的教学 这地方有他自己的伤害 这是个老改营 这边呢 是一些 幻灯片啊 有机会的话 就是你们自己去看吧 其实 我觉得意义不大 想看的还是自己暂停去看 我感觉他现在的这个时代 已经是 苏联已经解体了 应该是发生在 也就是九零年之后 九一年之后的事情 这一年 劳拉是二十二岁 按照道理来讲 如果他是按照 一九六八年的 那个年龄来计算的话 那他现在 呃 九零年 刚好是九零年 马上是苏联要解体 那么咱们 接着往上面走 好黑啊 从这出去之后 就是一场战斗 关于辐射四那个游戏的话 我回头再给大家做吧 我现在主要经历 就是给大家做这个 古墓利扬 然后要把 使命召唤的坑给填上 还有刺客信条之前 做的也要填 稍等一下哈 好的 咱们再一次回来 这边呢 要把 少塔上面的敌人 优先干掉 还要把 我们还要把 成功 再次回到 这个 什么 这是 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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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 好的,看一下,地上目前没有什么事,跳上去,走上路 那个烧塔上面的敌人的尸体咱们就摸不到了 这儿还有,这儿有一个烙单的 他们爬过去 把烙单的敌人一个一个慢慢地处理掉 我不知道被这个直升机的灯光照射到会不会被发现 但是,他应该还照不到咱们 这儿还是俩人啊 帮我往这儿射一箭 我过去掩查一下,可以挺紧密的 看上去,真的没用力 看上去,马上就困难,收到 好,我去掩查一下,可以挺紧密的 看上去,看上去,看上去 哎呀,他看见我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跟他们玩这种暗战了 哎呀,没有子弹啊 应该没有多少个敌人啊,只有两个 OK,全部干掉了,应该是全部干掉,能让我下去了 摸一下尸体 再摸 斜着摸,有一个尸体咱们应该是拿不到了 屋里边的这个人,他刚才已经跑出来了 直接在这儿 是应...哎呀,按掉的太快了,不好意思 把门打开 雅各 我找到方法,打开内部闸门了 到中庭去吧,我已经在里面了 雅各的行动是真快啊 不愧是刺客新条出身的 这儿有一个 诶,拿到了一些子弹 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下弹药 这儿还有一个 好,可以走了 在这边的话,咱们 就直接这个绳索跟上一代不一样啊,这个绳索 直接按攻击键就是,也是射出去绳索 你瞄人的时候射键 瞄这...这种东西的时候 啊,就射出去绳索啊 跟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是... 咱们是要按那个... 射毒箭啊 那个...现在的这一代的射毒箭的那个按键才是 他在做什么 糟糕 小心点 小心点 劳拉劝劳拉,小心点 好,跳进来,触发剧情 克劳夫他翻译的是 我等不及要离开这个冷死人的地方了 我等不及要离开这个冷死人的地方了 那我正好有个好消息 侦察兵的勘察结果显示 袁柱明在山的另一边有一个据点 就快了 会如你所愿的 你指我们 前提是你不能再三心二意 什么意思 你对那个女孩太感情用事了 你到现在还让她活着 沉溺于过去 对我们没有好处 你怀疑我 你明明知道我为圣三一付出了什么 牺牲了什么 我可是面对了 我没事 我们 都拥有坎坷的过去 但我发誓 我会永远保护你 这下是谁太感情用事了 我保证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了神圣之缘 你就能活下去 但更重要的是 你会活在一个 敌尽罪孽的世界 派你的手下去这个据点 看看他们知道些什么 真是太危险了 有岗子 就安娜原来就是 康斯坦丁 也就是算是一个大反派的姐姐 而她同时也是劳拉的 父亲的女朋友 只不过劳拉 劳拉是18岁的时候 她老爹死的 今年她是22岁 也就是说四年之前 人类必须接受审判 无信仰之人将会化为灰烬 且消失殆尽 清存正念之人将获升华 并永生不死 敌人这时候过来了 劳拉下到了下面的水坑里边 通过这里逃出去 好 要看到自己暂停一下 咱们接着往下面进行 这个门明明是遍开的 遍开的门还能管用吗 答案是管用 这里呢是一个小小的解谜 不过丝毫没有难点 剩三一士兵的军队对挥 先在这射一箭 然后扎在这个脚盘上面 咱们利用这个脚盘 把这个电 给它拉出来 让水里头就没有电了 水里头没有电 咱们就可以跳过去 这边呢 再变这个门 但是 敌人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夺了个敌人的武器 你这不是左死吗 爆头 接着爆 就这样我们得到了机枪 我记得在上一代得到机枪 应该是比较靠后边的章节了吧 不会这么靠前 反正 拿东西啊 拿东西 子弹都竟然满了 我看来我得赶紧制作弹药的那个带 弹药袋 一边是强制战斗 敌人都爆头 爆头的话经验稍微高一点 但是没有 就是暗杀搞 暗杀是25 爆头是20 普通击杀应该是15 普通击杀是10啊 原来 都满了 子弹竟然都满了 只能拿19颗子弹 不是 90颗 这里呢 老达就随手 抄起了一个 罐子 然后咱们就可以 用这个罐子 按住RB键 制作一颗炸弹啊 这是什么 这简直是 呃 不不不不不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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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着 哎 他还没死 还没死透 麻省理工大学啊 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吧 随手就是你在跟一个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吃饭啊 他随手就抄起桌子上的随便一些东西直接给你做出来一个炸弹啊 能把饭店给炸了 就说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麻省理工大学的人都都是高材生啊 动手能力很强 然后知道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 很牛逼 呦呦呦呦 动 先炸死一个 然后 干掉你 抓尸体 有一个人就被炸下去了 看一下这个 当我们朝山谷深处推进时 这是安娜的个人日记录音 这还有一个东西 不能用的 不能拿 跳下去的 背后有一个尸体 还有一个背包 这么冷的天下了水坑里面 还穿的这么薄 穿的这么凉快 你真的不要紧吗 这有一个营地 先坐一下 经过数周之后 整件事情终于明朗起来了 我知道一定有东西藏在这个地方 苏联人曾经在此寻找过 而现在换成圣三一和安娜 安娜 我真不敢相信 难道他之前那些时间也都在监视爸爸 我必须继续前进 找到雅各并加入他们 要是我能像他们 学一级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我记得还是有一个观察的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咱们先学一下 然后武器都可以升级了 升机枪吧 紧着机枪把机枪的威力 升一下 弓箭的话也可以升了 衣服的话咱们现在应该也可以 哎 也可以换 衣服 有这么几身但是咱们就穿这身薄的吧 统招过去又是一场强制战斗 先用反曲弓把这个给拉了 可以消灭大量敌人 然后那边又是一个 再弄死一个 但是还是有敌人活着的 这样普通杀敌只就是十点经验 这是一个比较难 的战斗 抱头 赶紧跑 还有敌人 还有敌人 这边就会出来几个全副武装的敌人 是很难对付的 还带有头盔抱头都打不死 但是他有炸药桶啊 记得是有炸药桶的 哦是让自己 自己制作的炸药 再扔个远的 哎为什么 哦我没制作 赶紧 治疗一下自己 处决 完蛋 完蛋完蛋完蛋 哎呀 这个地方我不应该把两个雷都给扔了 你发现你 他只有一个人 快点 你已经解决这事 先捡起一个 制作完了之后 扔一下 好 拜拜 往回撤一下 你看他带头盔 真的很 很耐打 诶 那个人死了 啥时候死的也不说一声 压制压制 火力压制 爆头都没用啊 我去好耐打了来浪费有多少弹药 点吧 还好这边弹药比较多 来跑个坑 从地里头不知道埋的什么东西竟然能拿到物资 这个敌人已经死了 真是没有想到安娜背叛了我们虽然我其实我是已经想到了我觉得也我一睁开眼就 就是呃 劳拉一睁开眼睛看见呃就是安娜在那个附近的时候我就觉得 应该安娜应该是个假的但是他不应该这么快就识破了他的诡计 比如说勒死他的时候勒他的时候他假灰假死一下但是到后来又活了啊发现一切都是他作为贵魁祸首啊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一个残料的 东西 这边雅各也展现了一下他的身手 牛逼啊 牛逼啊 你怎么这么慢 我以为你刚刚出事了 想都别想 感谢你帮我逃出这里 但是敌人的直升机又追来了 这是又是一段往前跑的 哇 虽然 我们知道劳拉肯定不会死 但是 我感觉不太科学啊 枪林弹雨都成这样了 竟然不死 哎 被直升机围了 后面也来到了 这个敌人的援兵 肯定是要跳下去了 雅各跟劳拉 跳到海里之后 在冰冷的水中存活 我们要赶紧游 必须游快点啊 这边 连打必见 游过去 快撑不住了 劳拉要死 劳拉要死 我 我 是不是吓你一跳哈 劳拉是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但是也被冻得不轻 像这样冰天雪地的 他出来一身水 瞬间又会被外面的这种寒冷的空气给结成冰 让他的体温根本就维持不住 维持不到三十多度吧 就可能就 这时候他就已经要得低体温症了 还要接着往前跑 人一般都要维持在三十六七度那样的体温是吧 但是稍微低一点 但是如果太低的话时间长的话那就会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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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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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劳拉已经18岁了,劳拉在9岁的时候失去了她的母亲,是在飞机当中失事了吧,18岁又失去了她的父亲,然后她就是克劳夫庄园的继承人吗,喝下这个好冷了嘞,嘴唇发抖,浑身发抖,你看抖的,唯独胸不抖。 我会好好考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考虑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来这里,为了神圣之缘,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我想知道的是原因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相依为命 他是个考古学家 在他过世前的最后几年里 他一直全心全意地研究着长生不死的秘密 当然,没有人相信他 包括我在内 我们最后一次的交谈 变成以争执受为 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以为我已经学会接受这件事了,但 发生了别的事情 然后我看到了,原先以为不可能的事 所以一切都变了 眼角下垂啊,感觉 我终得知道父亲还是对的 他独自一人,面对死亡 但他的死一定另有原因 所以你相信神圣之缘真的存在 老实说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背后有一丁点的真相 我就必须把他找出来 总得,总得有人试着去揭开神圣之缘的秘密 毕竟他有可能改变这世界 不能这样埋没了他 改变并非总是件好事 你希望长生不死的秘密 落入圣三一教派的手中吗 当然不行 那么,我希望你能继续你现在的任务 但是稍微改变一下 加入我和我的族人吧 协助我们赶走康斯坦丁和圣三一 那么在那之后呢 之后就离开这座山谷 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不,抱歉,我不能那样做 不能,还是不会 我会跟你一起对抗圣三一 但我的目标不会改变 要是我现在就放弃的话 你就会让你父亲感到失望 不只是他 我需要答案雅各 我需要弄明白这一切 你要走了吗 我现在只担心我的村子 村子就在山路尽头 徒步一天就能到 徒步一天 穿着旧铜框坑可能会更快抵达 你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会回来 这段剧情就结束了 他说他很快回来雅各 屏幕一黑 然后劳拉换了一身衣服 雅各 你在吗 他根本就没有回来 可恶 他在哪里 地区摘药 咱们又回到了这片区域 然后地图上 现在就显示了一些 收藏的东西 可以收集的东西 现在就可以去拿 但是呢 我不想把它 坐在视频里面 因为这样太 消耗咱们的时间了 部门有一个篝火 坐一下 咱们给劳拉换一身衣服 这 这身衣服穿着像 苏联红军一样 又 再次故事 感觉 太丑了 咱们还是让他穿的凉快点吧 虽然外头挺冷的 这种感觉非常怪 但又令人感到疯心 这还是那身皮 咱们直接让他穿最暴露的那身 行吧 哦 到达这片区域之后呢 我想在这一期视频的 最后的结尾 这儿可以 现在又可以接一个直线任务 咱们在这儿先接一个直线任务 是帮他赶走狼 去狼穴里面赶走狼 你没事吧 我死不了的 但要是侵略者回来的话 我需要一处安全的地方静养 那边那座桥梁后面有一座狼穴 敌人不会去检查那里的 但我现在 没办法独自去进攻那个洞穴 如果你能杀掉他们 我们就会有一个暗号 安全的地方可以集结 我甚至还可以给你一些手枪用的装备 你能帮我们吗 当然要接受了 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有装备 我很快就回来 谢谢 我们把这个直线任务 下一期再做 在这一期的结尾之前 我们先去解开一个古墓 之前不是有一个古墓 没办法去吗 现在可以去了 我去的这个方向好像是 当然这个狼穴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狼穴也可以吗 这也是一个狼穴 我们在这好像第一次可以碰见一个稀有动物啊 反正上一次是有的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 竟然没有 竟然没有 我去 有 来了 哎呦 Easy in 好 干死了 是一个金钱豹 拿到了两张皮 就是稀有皮 闪着星星的 从这儿进去就可以 呃 进行那个古墓了 这里有条小路 已经很老旧了 收集的话我就自己去做了 我就不把它做在视频里边 关于古墓的话 这次的古墓 比上一代的古墓 稍微要考验一下脑子 确实我发现这一代的古墓都稍微难了一些 这个古墓也比较大 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个篝火咱们坐一下 坐一下就站起来就行了 这样咱们就可以将来可以快速传送到这边 然后经过这个石头缝 跳过去 我就知道要扒一下 直接按插件给扒了 然后是攀爬的环节 两只登山稿 上一代是不是 我记得上一代是一只登山稿 然后后来是不是又得到一只啊 我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有没有得到 好像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只吧 有点忘了 好险好险 神之声 这个古墓的名字叫神之声 好 好 好你大爷呀好 我还没好 然后接着往这边 再来 再来 勾住 好 我都叫了一声 要是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的时候 估计你也会叫吧 跑过去 哦 断了来迟的路就这样断了 如果咱们回去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回去更简单 很怕 你看体态轻盈多好 这不是暴虐胖子吧 我现在吃这么胖子 天天往那儿去做做视频啊 做游戏 哎这儿有一个东西拿一下 这真的很羡慕瘦子啊 哎哦羽毛满了 咱们就 来做这个古墓 这边有一个坑挖一下 然后这个古墓怎么解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先来拿一下地图 刚才看见这边好像也有东西啊 啊果然是 要是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了这个 我都稍微停顿了大概一秒钟的时间 想看到人自己暂停 咱们先过来把这个门给摇下去啊 就来时的门先给降下去 至少这个平衡物还有作用 然后跳上去 再往上跳 再往上跳 一动过去 跳过来 必须跳到这边吧 再跳回去 把这个墙给破坏掉 破坏掉这个墙之后呢 咱们钻回去 把这个门再给升上去 让那个平衡木降下来 这样就行了 啊 这样就行了吗 他已经破坏了 正好吹了一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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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勾他一下 然后我们来勾他一下哈 哎呀 好 找他 拉直了之后呢 趁着来风的时候 哎 要来风了 放下 OK 这样就算是做完了 你刚开始 你不知道的话 你感觉好像我现在做这个步骤很简单 但是刚开始不知道的话 其实这个 真是想了半天啊让我 难道是我笨吗 把这个平衡木的冰块给他砸碎了之后 这个门就可以升起来了 这是一个 哎呀 好了 很神奇的一片地方 老拉说的 他不是说这个台阶是天然形成的 他说的是对面这种 这种岩石是天然形成的 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技能 但是这个技能 具体有啥用我到现在我都看不太懂啊 是手抄本 内容是关于抑制力的影响 内在力量 如果在战斗中持续受到重大伤害 以屏幕变成灰色来表示 生命值将会自动恢复 此立即恢复生命值的效果 每次交战只能触发一次 并在交战结束后重新计算 那以前不是也会恢复吗 然后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我们变成灰色之后 会让咱们就是 一下子就把血给回满了 满血重活那种状态 没有啊我也没遇见啊 我们是不是做几支弓箭 这样就可以拿这个 拔回去 他射的箭好牢啊好牢稳啊 一支箭扎在这儿 另外一支箭扎在那边 就能撑得住他的体重 呀我这是什么蠢头 再来一支 滑过去 之后呢打开这个箱子 这应该是个燃烧 满了又满了 远处看到了吗 滑过去 这样子咱们就回到了来时的路 跳回去 滚动 前面那是一个篝火 咱们就在这一期节目啊 就在这里结束吧 好吧 拜拜 拜拜